熱血製造最強頻道 passiontimes.hk 方志龍 黃潤基 還有梁又敬 蔡文龍 李政熙 我們會分別出選六個選區 六個選區已經是九龍東西 新界東西 港島區包含了 這次選舉 我們最主要的目的 是希望將香港香港人本土的聲音 可以帶進這個議會制度裏面 也希望借這個選舉給香港人一次表態的機會 希望香港人可以支持熱血公民 支持香港人 投下支持香港的一票 我們今天就下來和一眾候選人在這裡做個宣傳 希望公告公告大家 也提醒大家 接下來下一個星期日 11月22日已經是區議會選舉了 我在這裡懇請大家 如果你們的選區 你們的選區是有我們議會公民的候選人的話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香港人 多多支持議會公民 如果很不幸地你們的選區 因為我都要向大家說一聲抱歉 我們議會公民沒有能耐 也沒有資源 暫時去派出候選人去選所有的選區 那很可能在你們的選區裏面你會發覺 咦 不是民建聯制公聯會 又或者只剩下民主黨那些這樣 那我是會覺得不投都沒什麼所謂的 不怕跟大家說不投都沒什麼所謂的 但是如果當你發現你的選區是有本土派的候選人 或者是議會公民的候選人的話 我懇請大家要呼籲大家 投下支持香港人的一票 投下支持香港本土的一票 那待會呢 當然我們的精神領袖黃毓民先生 會跟我們講幾句話 我們可以先給他一些掌聲 有精神領袖的團體就勝算大增了 那跟著呢 另外我們一會也會逐一逐一為大家去介紹 我們今年區議會選舉 究竟是有什麼人出選 出選什麼的選區 那一會也會有一個簡單的 小小的就是 就是期望 可以祈求勝利的一個儀式 那然後我們都會一直在賽街這裡宣傳 雖然這裡就不是我們的選區 但是其實什麼選區的人都會下來旺角的 那所以也都借這個機會呢 是公告全香港告訴大家 我們與公民會出選 今次的區議會選舉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接下來我們有請我們的精神領袖